最近印度跳得很厉害 尤其是他要把G20的一场旅游会议 办在硬控克什米尔这个地方 不仅如此 这个印度用这个无人机发现了可可群岛 中国军事化异常的厉害 印度的海军有想要让莫迪六月份去到美国的时候 跟拜登讲说 我们印度要采购美国的MQ-9无人机 2022年 所有全球的海军下海的吨位 中国排在第一 其次就是印度的吨位它排在了第二 印度的人口虽然超过中国 但是印度的人均GDP实在离中国太远了 印度的国土面积也离中国太远了 印度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离中国也太远 印度要跟中国叫板 要挑战中国 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当然中国不能松懈 中国不能够因为中国已经快要超过美国 然后就开始自大自满 我觉得印度要挑战中国的海军差得远了 印度的一艘航母不知道烧了多少次 烧了多少次 对 所以我觉得 然后印度的自己打造的船舰 跟中国的船舰没有办法对比 中国的无人机都可以外销到全世界了 印度的无人机要向美国买 而且美国买的那个死神无人机 中国早就量产不知道卖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买了几架无人机 就是说要PK中国 中国是自己制作的无人机 所以我才会笑嘛 我每次讲到 每次讲到印度 谦歌都会都笑笑的 我都会在你笑当中去揣摩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看印度 虽然说我们就笑他航母 不知道烧了多少次吧 然后舰载机也烧 那他现在要改变策略啊 因为前一段时间有披露出来 印度海军要搁置大型航母的计划了 要改造成中小型的航母 来自于全球各地的粉丝朋友们 今天有好消息要带给大家 我们编译TV28的YouTube频道 要开放会员了 那么感谢大家的支持 以后呢也会在会员频道 带给大家更多精彩的内容 记得一定要持续支持 我们编译TV28的平台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会员等级 第一个会员等级呢 是TV28台的后员会 但还有一个等级 就是更高一点咯 是TV28台的同学会了 我当然希望我们所有的粉丝宝宝们 都能够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和三妹和我们的主持人 还有和我们的来宾们 有更加紧密的连接 当我们的家族更加庞大之后呢 我相信我会陪着大家 解锁更多的会员等级 以及更多的会员福利 三妹已经在这里了 你在哪里呢 因为航母在过去不是大就好 因为美国它是走大航母 可是你看在英国 英国法国等这些国家 他们都走这个中型航母 中国其实最早的时候 也都是走中型航母 是 也就是大概六万吨到八万吨之间 对 美国都是走十万吨到十二万吨之间 那中国是根据自己的投射能力 也就是根据自己的国力 还有中国的未来的航道的安全的投射能力 在打造 不是大航母就是错 但是也不是中航母就是对 还有就是你在海洋通道上的支撑点 也就是说你的海军出去的时候 你船上的东西会吃完的 所以你需要有补籍 那你一个补籍船跟在后面 那个负担是很重的 所以通常都要有一些沿岸的 或是沿线的国家作为支撑 这个就是为什么 中国对于南太平洋岛国那么重视 因为它可以构成中国的舰队 所需要的支撑点 为什么我刚刚会谈到说海参围 那么的重要 因为中国的舰队 你要到日本海去再往北走 你要有支撑点 没错 海参围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点 那为什么这个叙利亚那么重要 因为中国的舰队如果 在过去中国有经营利比亚 就是中国的舰队如果进入到地中海 你有利比亚作为支撑点 或是有叙利亚作为支撑点 那这个都很重要 所以您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中国会经略及不提导 为什么现在要经略肯亚 这个就是因为中国的海军 像斯里兰卡 为什么中国那么重视它 就是因为未来中国的舰队 到了时候都要有一个补给站 那地面上的补给站是最重要的 你不能一直靠着补给船 补给船也是船 它也是需要再被补给 印度我们中国坦白说 不需要太花重点放在他身上 他有限了 不是不要重视它 而是不需要太重视它 把握主要矛盾 这些都是次要矛盾 塔 Jose兰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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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